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仲裁 传说末代皇后宛容 是那个时代最不幸的牺牲品 41岁去世 吸食大烟 牙齿烂光 下半身瘫痪 亲生女儿还被扔进了锅炉 有人说 这一切都是后人编撰的故事 但也有人说 真相比故事更加残忍 宛容在绝望中究竟是装疯还是针锋 那些有关她私生旅的传闻 到底是真是假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 这大概是1924年的某一天 退位的皇帝溥仪和宛容皇后 住在天津张园 这一天溥仪心血奶潮 独自逛了贿罗百货公司 他买了一块钻石手表 准备送给宛容 还挺实的 让人在表后面刻了一行字 第二天 溥仪吩咐太监去取手表 太监发现手表背后多了几个英文 以为是商标 就让服务员教自己读 不一会儿太监就学会了 高高兴兴地往回走 刚一踏进张园就迫不及待地喊 皇上皇上你买的 I love you 牌手表到了 I love you 牌手表到了 可想而知 当时张园里的客人们一听 全都笑得合不拢嘴 皇上也有点尴尬 脸都红了 而旁边的宛容呢 那表情不知道是生气还是偷笑 但他心里一定很甜 只是在角落里的舒飞文雄 装作什么都没有看见 悄悄地走开了 这件事发生在婉容21岁这年 刚刚和溥仪结婚两年 离开了北京 在天津吃西餐逛商场 和一对普通的时尚情侣一样 但是旧有的规矩还在 比如那个不起眼的文秀 他比婉容早一天嫁给皇帝 被封为淑妃 据说本来当年溥仪按照照片选皇后的时候 最先选的是文秀 但因为文秀的良家势力斗不过婉容 照片又被退了回去 让溥仪重新在婉容照片上画了一个圈 所以 溥仪的这个家看似时尚 但其实背负着很沉重的旧思想 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 婉容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后 婚礼在1922年举行 虽然当时的皇帝已经退位 但还是被政府优待 居住在故宫当中 也依旧保有着他们的尊号 婚礼的排场很奢侈 迎亲的队伍超过了3000人 半个北京城都账灯劫彩 而这一切奢华的背后呢 档案上记载 清朝皇室是将各种古玩珍宝 装了整整十一车 抵押到汇丰银行 贷款筹办的这场婚礼 婉容的良家住在当时的北京东城茂尔胡同 迎亲的队伍从故宫省武门出发 押运着庄彩里的亭子 一共12座 经过了景山东街 穿过了地安门 这向东边来到了茂尔胡同 中午12点迎亲回宫 沿途为观的群众超过了20万人 但是就在这场豪华婚礼的当晚 溥仪却在婉容的龙凤洗床前说 你自己睡吧 然后就转身离开了 溥仪为什么会这样 或者说新婚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后来有人把这段密文揭露了出来 但这会儿还没有人知道这些细节 人们下一次见到婉容和溥仪了 是在婚礼结束后的第三天 各国公使和300余名外宾记者前来祝贺 当时外国报纸上纷纷在称赞 亨利和伊丽莎白 不要惊奇 这是溥仪和婉容的英文名字 溥仪一向对外国人制成亨利普 这是一张溥仪赠送给英国老师 庄四顿的签名照 上面就有亨利普的落款 这张照片几年前被西林映射拍卖公司 以36800元的价格排除 当时一位英国记者这样报道 皇后比皇上稍微矮一点 仪态华贵相貌甚美 还不失少女的活泼 另一位美国记者也说 在庄严无比的气氛当中 皇后持有一种坦白温和平易近人的态度 亲眼见过的人没有不深深被感动的 这里还有一段婉容在那一时期留下的影像资料 看起来真的是活泼又美丽 一时之间 婉容成了各国媒体眼中的明星皇后 其实婉容从小就是贵族圈子里的小美女 姓葛布罗 主级黑龙江 按今天的分法 应该是达沃尔主 契丹后裔 祖先在很早的时候就加入了满清正白起 属于上三起高级贵族 虽然在17岁的时候 因为照片上被划了一个圈 她就不得不嫁给一个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人 但对方必定是皇帝 还听说和自己一样有一位西洋老师 思想前卫 尊重女性 于是小婉容也就接受了 完婚以后了 婉容住进了楚秀宫 这里还有慈禧太后生活过的痕迹 婉容也不害怕 她决定重新装修 她把太后的寝室改成了西洋的浴室 把餐厅改成了书房间起居室 还把厚店改成了西式的餐厅加厨房 然后在皇宫里开火煎牛排 这还是500多年来头一次 楚秀宫里还养着两只宠物 一只小花狗和一只五色鹦鹉 婉容每天都会抱着小狗塞在太阳 喂喂鹦鹉 这只鹦鹉虽然没留下照片 但她的来头可不小 她是慈禧太后最喜欢的宠物 曾经派四个太监专门饲养 据说她被买回中国以前呢 就已经养了五十多年 而在慈禧去世以后 她又送走了好几位族人 直到1942年才去世 去世以后被制作成标本产出 但很可惜 她的标本后来遗失了 婉容和溥仪在故宫里经常用英语交流 当然你还有一些他们当时的手稿 看样子英文水平是很可以啊 虽然我们今天不知道她俩的英语口语如何 但是这里有一段同时期 清宫旅官在纽约用英语演讲的影片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宛容还非常会着想 除了给溥仪秀自己的西餐技术以外 还会教溥仪照相 而溥仪只用自行车技术和网球技术来回应婉容 但哪知道 婉容也是自行车高手 在故宫里骑得飞快 婉容还把当时最新潮的 女士香烟带进了执行城 溥仪还有一次回忆说 当时他俩每次出门 都要把十几辆小汽车编成一对 但有一次呢 在婉容的怂恿下 他俩竟然开始尝试飙车 溥仪一再命令 司机竟然把车速飙到了六七十公里每小时 小两口刺激的哈哈大笑 但这可把后面的内务府大臣 少英老先生给吓了个半死啊 还有一次 溥仪也想请婉容吃西餐 于是就让太监们去六国饭店买西餐 店员问 您要几分呢 太监答 反正多来些吧 然后太监们又跟着店里的人讨教了 如何摆放刀叉餐具 接着就在故宫里摆了一大桌子 溥仪都惊了 这和婉容请自己吃的不一样啊 怎么和老佛爷当年摆法那么香了 突然 溥仪又发现一盘黄油 连乎乎的 就问太监 这个怎么个吃法 你们先尝尝 太监吃了 连声说太难吃了 太难吃了 恰好这个时候婉容到了 笑得合不拢嘴 然后向大家介绍了西餐 分餐制的摆放方法 以及前菜 主菜 甜品等等 依次上菜的流程 当然还有黄油的正确吃法 就这样 时间一转眼就过去了两年 这天是1924年的11月5日 一对士兵闯进了故宫 他们责令溥仪一家 两小时以内离开故宫 然后一切平静的生活 就这样被打破了 离开故宫以后两个星期 溥仪突然失踪了 当时一场沙尘暴袭击了北京城 溥仪在风沙中不见了 不久以后 传闻这阵妖风 把溥仪吹到了日本公使馆当中 当时 家人们都以为 溥仪是被日本人绑架了 宛容整天以内洗面 盼望着他的皇上 但后来家人才明白 溥仪是瞒着大家自愿去的 几天以后 溥仪派人回来接宛容他们 还说日本公使 为他们安排了更好的住所 接着 一大家子就住进了日本公使馆 留下了这张照片 不久以后 溥仪又带着这一大家子 来到了天津的日出界 住进了张园 来到天津以后了 宛容就像回到了老家一样 因为他从小就在天津教会里读书 是天津城里的大小姐 天津当时是一座非常时尚的城市 宛容对天津非常熟悉 他带着溥仪每天一起橱桩入队 逛商场 看马赛 吃冰淇淋 还和溥仪留下了这张石子相扣的亲密照片 甚至还新潮的接受了日本服饰 在日本河市里留下了这些照片 后来有研究者在档案中发现了一张天津时代的账单 我们发现溥仪一家子月收入八千 是某个人送来的 四千元交房租水电以及餐饮工资各种杂项 一千元溥仪零化 一千元宛容零化 淑妃文秀只有180块零化钱 润娘是宛容的哥哥 也在这边帮忙 三百工资 当时一千元 大概相当于十几个普通家庭的年收入 比如张园里的水宠 一个月的工资只有17元而已 从这张账单里还可以看出 宛容和溥仪是财政平等的 但溥仪名义上的另一个妻子 文秀却比叉量整整差了五六倍 文秀自然心里过意不去 而且溥仪从来不带文秀出门 每次都带着宛容 同时我们还从档案里发现了这样几张照片 宛容和文秀同框 文秀简直就像一个受气的丫鬟一样 而文秀呢 其实是一个蒙古族的后妃 按照传统 皇帝的蒙古后妃 那都是有政治才干的 他和宛容不一样 性格上更加传统 也更希望在政治上辅佐老公 比如文秀后来被称作刀妃 说的就是他有三次刀不离身 第一次是在溥仪被赶出故宫的时候 第二次是溥仪被妖风吹到日本公使馆的时候 第三次就是接下来要发生的故事 人们在档案里发现了这样一张天津法院的传票 传唤溥仪 皇帝会被传犯吗 是犯了什么事呢 原来刀妃文秀起诉溥仪 要求离婚 这在当事人看来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一时之间的媒体纷纷关注 还把它叫做刀妃革命 根据当时的媒体说 刀妃革命的导火索是这样的 有一天 溥仪又和宛容购物归来 坐在院子里的文秀呢 就恰好吐了一口口水 宛容不乐意了 上楼就跟溥仪抱怨 说文秀是在吐他俩 溥仪也很火 就让四位李国雄去斥责文秀 这叫做奉命斥责 看过宫斗戏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这对于妃子来说非常严重 于是文秀一下子接受不了 就第三次拿出了 他那把随身携带的剪刀 这是他随时准备迅国的武器 前两次都没有使用 而这一次是真的动刀子了 他朝自己猛杀 幸好四位及时救治 文秀才算捡回了一条命 但不久以后了 文秀就逃离了住所 然后状告溥仪要求离婚 这些事让整个皇族都很没有面子 但最要命的是 就在当庭对峙的时候 文秀又曝出了 世帝九年未蒙即兴的今天新闻 再一点想 溥仪这些年确实没有生孩子 于是各种花边消息开始流传 包括大婚当晚 宛容独走婚房的旧文也被扒了出来 这让溥仪彻底愤怒了 自己不仅成了千古以来 第一个被离婚的皇帝 还成了千古以来第一个被人公开讨论行不行的皇帝 溥仪把这些怒火全部杀到了宛容头上 因为溥仪认为正是因为宛容真宠才逼走了文秀 让自己蒙羞 一时之间宛容承受了巨大的心理打击 于是那个最严重的问题 也就开始浮出了水面 有一种说法 宛容患有家族遗传性的思觉失调症 这让他很难承受心理打击 本来在刀飞事件爆发以前 宛容就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包括宛容的爸爸 也有类似的疾病 需要用异兽膏来缓解 所以很早的时候 在爸爸的推荐和溥仪的默许下 宛容就开始使用异兽膏 而异兽膏呢 其实就是俗称的大烟 与此同时 专家还在档案里发现了这样一份 这些年来各种人给宛容进贡的表单 虽然很长 但仔细看起来宛容的生活其实非常狭隘 只有娘家的几个人 医生师傅 偶尔的几个客人 以及太监和水虫们 这种狭小的社交圈 也对宛容的心理健康很不利 于是宛容为了缓解压力了 就开始抽大烟 抽得越来越凶 精神也开始变得恍惚 这里有几张宛容当时留下的照片 很明显 宛容的妆容很浓 这其实是为了掩盖心理上的憔悴 一般被称作大烟庄 同时 这期间的照片 宛容淹不离手 旁边的溥仪也显得很冷漠 而就在这一时期 1931年的双十一 又发生了一件让宛容更受打击的事情 原来这天早上起来 宛容发现溥仪不见了 就和当年的妖风一样 宛容是后来才知道 头天晚上 溥仪已经背着自己 踏上了日本的弹路玩轮船 离开了天津 前往东北 这让宛容非常难受 因为在日本人的问题上 他虽然不像文秀一样激烈反对 但也一直提醒溥仪 而现在溥仪不辞而别 去东北投靠日本人 宛容对未来感到了深深的恐惧和不确定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我们至今不知道细节 只知道一年以后 宛容跟着著名的日本间谍川岛方子 来到了东北 据说川岛方子 当时最终说服宛容的那几句话是这样的 如果您不来东北 谁来照顾皇上呢 可能您觉得东北现在有点乱 但等我们把它建设起来 一切都会好的 你还能像紫荆成岭那样 颁享皇后的尊荣 很显然这几句话 是对宛容蓄荣心的拿捏 也是在威胁 如果你不来当皇后 我们大不了找别人来住 就这样 宛容来到了东北 这里有一些当时溥仪迎接宛容的照片 镜头里宛容虽然已经剪去了传统的二把头 烫了新潮的卷发 穿上了时尚的大衣 但是他的眼神当中 似乎再也没有从前的活泼和美丽了 从这些照片里来看 宛容到东北以后 似乎立刻也意识到了 自己被骗了 这里不过是一个被日本人全面控制的魔窟啊 无论是对外会见还是私人约会 普英身边分分秒秒都有一个日本的御用挂跟着 一切都要听从日本人的安排 而自己的情况就更糟糕了 身边全是日本私女 就连随意外出的权利都没有 这座纪西楼就是专门为他安排的豪华求使啊 1934年 宛容留下了最后一张在公众面前的照片 他又穿上了满足人的装扮 还戴上了眼镜 这可能是因为心理疾病加重 导致了他的眼睛也开始出现问题 当然你显示 这期间皇后一年抽掉了三万零四百三十支香烟 平均每天八十五支 相当于每天五包烟 同时 档案里也记载 1938年 宛容一共用掉了七百四十两益寿膏 平均每天二两 当时宛容还留下过这样一张照片 戴着墨镜 紧张地低着头 心中似乎充满了不安 不久以后呢 有人开始流传 皇后已经疯了 已经无法出来见人了 因为溥仪登基维满皇帝的大典上 没有宛容皇后 而且后面两次访问日本 也都没有宛容的身影 宛容是真的疯了吗 他到底遭遇到了什么 其实这背后就是那个传说中的私生旅事件 宛容似乎和四位私通 被关进了冷宫 溥仪有一个四位叫做李国雄 他在回印度中说了这样一个故事 他说有一天早上 溥仪和几个侄子去济西楼里找药 恰好是位李体玉被喊了进来 别人都没有太注意 但溥仪忽然问 你怎么还涂口红 原来李体玉的嘴唇上有口红印 李体玉也是几年 赶忙回复道 如菜这几天嘴唇发白 就稍许抹了些红色 或许万岁爷看着顺眼一点 他这样一说 大家笑得合不拢嘴 这事也就被他糊弄过去了 但是济西楼这可是宛容住的地方 蒲仪怎么可能不起疑心 果然 后来又有一天晚上 轮到李体玉值班 蒲仪晚上起床 想去找点药 发现地上的铺盖还在 李体玉怎么不见的 是去上厕所了吗 但等了好一会儿也不回来 蒲仪就让人去找 找不到 然后就吩咐把各个通道毒死 而就在这个时候了 李体玉竟然双手提着裤子 从楼下跑了上来 接着蒲仪命人严刑拷打 逼问李体玉 然后李体玉和宛容皇后的奸情 也就这样被识破了 而进一步调查了 竟然还发现 在李体玉之前 侍卫奇迹中 竟然也和宛容有染 而且宛容这个时候 已经怀有声音 蒲仪一共三个思维 李国雄李体玉奇迹中 蒲仪很喜欢这个奇迹中 还专门把他送到日本去读军校 但蒲仪万万没有想到 正是因为奇迹中走了以后 宛容才去找李体玉来填补空缺 李国雄还说 到了女顺寄西楼的时候 后宫的男女大房就松弛了很多 皇后还偶尔把他们几个四位 留在宫中凑手玩牌 他怀疑皇后和奇迹中的私情 就是在那会儿开始了 当时皇后爱睡懒觉 蒲仪就总派他们几个四位去叫皇后起床 有好几次 李国雄都到了寝宫门口 发现门故意留着一条缝 叫半天皇后也不起床 还故意转身 把被子带开 露出半个身子 李国雄每次碰到这些菜式都恨不得躲得远远的 但奇迹中和李体玉两人呢 就好像很积极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 就连李国雄也不知道细节了 他只是说 蒲仪对李体玉和奇迹中的惩罚非常轻 奇迹中只是被军官学校开除了 而李体玉了 则被蒲仪赶回北京尿色 临走前还给了他250英镑的遣散费 但随后 宛容临产 他苦苦哀求蒲仪千万不要伤害孩子 蒲仪也答应了 说生出来以后就送到宛容大哥那边去抚养 但小孩生下来以后 只活了半个小时 就被蒲仪让人扔到锅炉里去烧成了灰 李国雄不知道当时小孩的具体情况 但也有人说 当时为了保密 蒲仪没有请医医 只是让家里的几个保姆为宛容佳生 可能是由于经验缺乏 小孩生下来半个小时以内就夭折了 蒲仪让人烧掉的只是尸体而已 后来 这件事发生二十多年以后 1961年 在北京的燕带斜街 蒲仪又碰见了李体玉 李体玉深深鞠了一躬 并且说 过去的传闻 您不会当真吧 这个时候 蒲仪答 没啥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然后李体玉和蒲仪重新成了朋友 两人还经常在一起叙旧 似乎当年的真相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复杂 后来 宛容的弟弟润齐也写过一本回忆录 他在书中说 奇迹中是内鬼 早在天津张元的时候就被日本人收买了 安插在蒲仪身边 是他策划和执行的这一系列阴谋 他收买了宛容身边的四女和太监 再进一步骗取宛容的信任 最终将宛容置于了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禁敌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日本人想要除掉宛容 重新安排一个日本皇后 果然 日本人的阴谋得逞了 从那以后 补一把济西楼变成了冷宫 对外宣布皇后需要静养 但宫内的四女全部换掉 宛容被用铁链锁住 有一个陪伴的宛容28年的老人说 房间里传出铁链拖地的声音 过了很长的时间才给拆下来 就这样 宛容渐渐地彻底疯狂了 而这个时候他不过28岁而已 下一个见到宛容的人叫做戳鹅浩 他是溥仪弟弟溥杰的日本妻子 他讲述了宛容最终的悲惨命运 时间来到了1937年的10月 宛容经历了以上种种变故 这年33岁 这天 戳鹅浩跟溥杰回到大哥家参加家宴 第一次见到了大嫂宛容 绰鹅浩说 皇后身高一米六七 身材苗条 穿着高跟鞋显得更高了 给人一种温文高雅的感觉 吃饭的时候 皇后坐在自己的右手边 但当一只烤鸡被端上来的时候 皇后一次又一次地把手伸进盘子里抓 绰鹅浩被吓傻了 但那边宛容的弟弟润齐 也开始大把大把地抓桌子上的巧克力吃 就像想把人们的注意力都引到他身上一样 后来出鹅浩才知道 皇后是大烟中毒了 神志经常不清楚 发病的时候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 还有一些当时见过宛容的人 他们的说法就更加惊重了 比如当时担任过内庭护卫军的王庆元 他在回音录当中说 疯狂中的宛容皇后 把半栋房子都烧得云雾缭绕 就连服侍他抽大烟的太监 都已经变成了大烟鬼 走起路来晃晃悠悠的 普一见到他 都只是用轻蔑的眼神瞟一眼 连烧烟的太监都如此 皇后的健康可想而知啊 1936年的一个冬天 大雪纷飞 突然间皇后光着脚 蓬头垢面地从楼中冲了出来 还神经兮兮地哭着 一屁股坐到冰冷的马路牙子上 先是放声大笑 然后又嚎嚎大哭 那天晚上 王庆元说 他清楚地听到皇后在骂国上 骂他贪图富贵 把自己扔进了火坑 然后楼上传来了溥仪的声音 锁门 十几分钟以后 寝宫上又升起了 一阵阵烧大烟的烟雾 还有一次 溥仪的一个直直的夫人说 他看见网容在房间里 刺条条地乱跑 也顾不上身上的污秽 有侍女想帮他穿上衣服 他也把那些污秽 浇着饼干 鼻视你吃下去 后来 由于常年全说在 踏子上吸大烟 宛容全身肌肉开始萎缩 连站立都困难了 到后来脊柱都变形了 下半身瘫痪 眼睛也出了问题 特别怕光 看人都只能用折扇挡着光 从扇鼓当中看 牙齿也全部烂掉了 曾经那个活泼美丽的明星皇后 变成了现在这个恐怖样子 这种生活又持续了八年 到了1945年的时候 日本战败 浦仪猖狂出逃 仆人们在焚烧资料的时候 一不小心点燃了整个击西楼 是一个叫做元二的太监 不顾危险 冲上楼把婉容从火矮当中背了出来 这个时候 所有人都看见婉容 劈头散发瘦的皮包骨头 然后 浦仪的家眷这一行人 逃到了大逆子沟 在大逆子沟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 婉容似乎突然变得很正常 她传唤了几位女官 需要让她们陪自己一起去看 亲民上河图 原来 婉容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陪在逃离大逆子沟的时候 还没来得及带走所有的国宝 把亲民上河图留在了这里 于是 婉容就忽然来了精神 要看这幅明画 据说 在摇曳的烛光下 婉容足足看了两个都消失 然后 那晚她睡得特别差时 但很多年以后 我们才知道 婉容当晚看的 也是一副临摹本 整体早就被溥仪带走 也许 婉容当晚 从这幅明画当中 看到了自己命运的影子吧 不久以后 苏联军队攻入了大逆子沟 一行人成了俘虏 苏联军队还在询问 听说你们的婉容皇后很漂亮 我们想见见她 但当两名苏军士兵 见到婉容的时候 他们面面相去 不敢相信眼前的人就是婉容 在最后的患难中 初恶号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被关押的时候 有一次初恶号进入婉容的牢房 帮她打扫卫生 房间里很脏 婉容由于大烟戒断的反应 已经没了人样 但皇后见到初恶号进来 还是叫着四女的名字 还说 洗澡嘴准备好了吗 初恶号打 早点回纯庆王府吧 皇上正等着你了 纯庆王府 这是溥仪爸爸在北京的住宅 也算是婉容真正的家 原来 这个时候的婉容回到了 自己记忆中的二十岁 她还是至今成立那个 活泼又美丽的明星皇后 她还在催出绰号 还不快把衣服拿来 然后婉容一口饭也没吃 只是咕噜咕噜地喝了好大几口水 就满意地闭上眼睛昏睡了过去 几天以后 部队需要转移 绰号和婉容分开 之后就再也没见过婉容 有人说婉容死在了转移的路上 有人说婉容死在了监狱当中 至今都没有人知道 婉容最后被葬到了哪里 今天 沈阳的故宫博物院里 还珍藏着婉容当年最爱的 一个凤凰珍珠头毡 头毡经常就会展出 而据说 当年那块刻着 艾纳夫尤的钻石手表 也在博物院的收藏当中 但很遭人见过赞出 溢依后来也有一次说 长期被冷落的婉容 她的经历也许是现代中国青年最无法理解的 她如果不是一出生就被决定的命运 也是从一结婚就被安排好了下场 我后来时常想 她如果在天津的时候能像文秀那样和我离婚 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2006年 宛容的弟弟润齐 在河北异县的清西林为姐姐举办的葬礼 医官种类只埋着这张照片 后来人们又发现了一首宛容创作的《紫风针》 听着这个曲调 你又如何记住这个故事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最后夫人说 感觉宛容的内心很保守 虽然穿着史上 但和文秀恰好相反 感觉宛容的内心很保守